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AED就是最重要的救命仪器 因此领口驱功所为让同人都能够了解这个操作跟GPR 所以期望同人的通过认证都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新北市政府推广设置AED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俗称傻瓜电极器 专业医师认为AED是值得推广的救命仪器 领口驱功所在一楼大厅特别设置一台AED 希望日后遇到紧急状况时能适时发挥急救功效 为此加强人员AED操作及CPR训练 我们都不希望有意外的发生 但是真的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别人 那今天公所特别举办我们AED的教育训练 那我们分两题次从一点半到三点 另外从三点半到五点是第二题次 那我们希望我们领口驱功所的所有同人 都能够来上这个AED的课 就是因为有民众来公所恰功 或是在我们入外有需要急救的时候 那同人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知识 公所分梯分组进行教育训练及认证测试 区长表示 希望公所每位同人都要学会 万一发生事故时才能在第一时间施语急救 希望通过认证同能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百 消防队来之前或医护人员来之前 能够有这个急救的一个效果 让他能够保持清醒 救人一命人家说胜过七级糊涂 所以公所我要求百分之百都要来受训 那这两题次如果没有办法参加 我们会再办理第三期次 务必让所有同人都学习到 救人的一个技能 公所将会定期举办AED使用操作教育训练课程 鼓励全民一起学习AED的使用方法 让全民都能成为紧急救护的人员 以提供民众安全无余的洽工环境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